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形是个圆的 但它是不规则的 因为有叶脉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先把根部确定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去把主要的叶脉给画出来 它是包着的 好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一块叶子的边缘给画出来 边缘呢它是不规则的 不是非常的转护的一样 叶子的边缘呢它也是不规则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外形总体是一个原型的 好 这边呢也有一个主要的叶脉 好 这边的叶脉 叶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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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片叶脉的叶边缘护回来 是非常不公平的 是非常不公平的 平常的皺一片 为它比较厚 这一片呢 位置可以把它拨过来 也是不费择 这个上面呢 是一些燕麦 把它拨过来 是那边过来的 在画燕麦的时候 规移方向 这种呢 把燕麦稍微要适应 可以拨过来的后面 可以拨过来的后面 可以拨过来的 这才是面子的 这才是面子的 是面子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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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再加速度很完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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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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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